如果把禮拜六、禮拜天做格式化,那该怎么做? 当然不是叫你图法链刚慢慢用复制格式的方式来完成 而是希望说你可以一次批次的完成 什么样的话可以批次完成 首先的话,你如果要批次完成的话 那你一定要学会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用设定格式化条件,要不就用VBA 所以其实解决问题的方式 其实它不是单一个方法 看你个人习惯 其实当然我个人习惯就是说 干脆就全部写VBA就好了 反正就一劳永逸 反正以后就写程式,也不用管 到底Sale里面有没有提供你哪一方面功能 当然有些问题,如果有VBA Sale里面有提供的话 那当然也就简单的 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有些软体 有些程式就没有提供给你这个功能 那怎么办 那这时候当然你就要自己 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 那当然就有办法解决 可是如果没有,那就涂拔链钢 像刚刚那个地方 礼拜六、礼拜天格式化很麻烦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设定格式化条件 必须要记得几个比较重要的步骤 因为那个步骤如果你记错的话 或者你设定错误,他也不会 没有办法帮你做格式化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如果你要做一个格式化条件 第一个你要告诉他你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一定要先把这整个 你要做格式化的日期部分选起来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记得油标先放在A2 然后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